大家好 我是劳倫斯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我非常非常推荐 家里面一定要必备的 多功能腿整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每天 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忙 我们其实常常使用 我们这双腿来帮我们支撑 每天很多的事情 妈妈你要掏出一双腿 来帮你煮饭 整理小孩的这个出行 安排他的这个功课 然后自己也有工作要做 甚至于长时间的酒站 甚至要穿高跟鞋维持体态 太多太多的时间 我们都要用这双腿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头要有一个好的头枕 腰要有一个很好的靠枕 腿其实也需要一个好的腿枕 我相信非常多的医师 在跟您分享 如果您真的要好好休息的时候 您宁愿坐着休息 还不如躺着休息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隆重推荐 历时三年去开发的一个 专为我们台湾人 量身定做专属于您 可以在您躺着的时候 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 真正做到充分休息的腿枕 而且这个腿枕不是只有休息 一腿至少五个功能 首先第一个可以看到 我们的模特儿 派派 躺在这个腿枕上面 大腿是完全无缝接轨 跟我们的腿枕有效的这个揭秘 密合到让它可以把充分的身体的重量 由腿枕帮它做释放 让它不要在躺的过程当中 还要去支撑身体的重量 让你充分的舒服放松 让你腰部不要再因为 你的躺的姿势不对 而造成你过度的压力集中 让你没有办法充分休息 第一种 第二种我们知道抬腿 抬腿很重要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整天工作下来 我们腿部可能会有一些水肿 或有一些静脉曲张 当然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有水肿的问题 跟静脉心脏问题已经严重了 一定要记得看医师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 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叠枕头的方式 来舒缓这些症状 我们的腿枕就具备这个功能 它可以让你充分的抬腿 而且抬腿不是越高越好 要适当的高度 时间至少要15到20分钟 透过你的拇指头 比你的心脏高 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让你比较舒缓 而且抬腿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强化你的腰部 这边的核心肌群 你抬腿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腰部也在运动 这是一个最懒人的运动方法 所以抬腿就是一种运动功能 这是第二种功能 第三种来 我们来做一下伸展 来 伸展过程当中很简单 您只要请 就是您只要在家里面的时候 把屁股坐在我们的腿枕上面 不用担心它会塌陷 不用担心它会凹陷 因为我们有五年保固 这五年的时间 只要枕头有塌陷 凹陷 它粉碎 基本上都可以有效做支撑 不用担心 而且如果五年有这个问题 都可以换 可以发现有效的伸展对不对 可以发现有效舒缓跟伸展 让你一天当中的防忙跟疲累 可以被改变 来 再来第四个 我们基本上也可以做到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短边 可以做到我们的仰卧起坐 如果你平常不知道怎么做 仰卧起坐 要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 这样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可以发现很简单 很轻松 最后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 忍不住会想在床上 看一下追剧 看一下手机 这时候我们的拍拍 就可以踏在这边 当作你在追剧的方式 充分使用整颗腿枕 所以一颗腿枕 同时具备五种功能 那你买回去之后 可以充分使用它 放心地使用它 同时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枕套呢 也是有具备抗蚌的效果 内枕套具备抗菌的效果 而且我们五年保固 使用起来会非常的安心 所以今天 利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一用就是一腿 一腿枕五功能的 专利疏腿枕 所以大家会喜欢 真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专利处对阵 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 照顾我们的腿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